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预料到的当地竟然需要动用羽绒服 连这件衣服都是后来拜托中国高耳朵球队的朋友带过来了呢 以赤到这么近的雅加达 怎么会在大夏天就需要穿上羽绒服取暖了呢 据介绍 雅加达是一个室内外温差特别特别大的地方 室外温度高达33到34度 大洋超级猛烈的时候 室内的温度却被用空调等方式控制的非常非常低 为了保持体温 为了防止着凉感冒生病 中国体操队的姑娘们 只能通过共用一件羽绒服的方式来取暖 本期雅加达迦运会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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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